你坐着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你的摆臂 因为你的摆臂是这样去摆的 你的手太低了摆的时候 当你这样去摆臂的话 你的屁股是在后面是前步去的 你的重心是在后面的 然后咱们要怎么做 咱们要跑步是一项重心持续往前的运动 要快速的让重心往前 那如何做呢 胳膊肘发力就这个地方 它怎么发力呢 只是往后顶 不要让它往前 往后顶 顶到我的手 对好 这个胳膊也是 两个胳膊交替顶到我的手 持续的体会顶到我的手 对 顶到我的手 顶到再快点 再快 再快 对 有什么感觉 重心往前了 重心往前了是吧 不游的往前走 不游的往前走是不是 控制不住身体自己往前倒 这是因为你往下甩手的时候 你看你是往下发力的 对不对 你往下发力 然后呢 它不可能自动回弹上来 但是你往后顶的时候呢 它会让你的身体自动往前回弹 对对 有感觉 有感觉 它会给你一个向前的回弹 好 咱们体会一下 往前跑一段 往前跑的时候呢 左关节一直要碰到我的手 来 就这个感觉 对 好 慢慢往前跑 不用关脚 就是持续的体会上肢 对 非常好 对 对 对 触碰到我的手 触碰到我的手 好 速度稍微快一点 稍微快一点 好 速度再快一点 手不要太低 手稍微高一点 不要捏拳头 手掌放松 对 再快点 手不要太低